好,我们通过做这个案例呢,把我们进行学习的背景再来复习一下 其实呢,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是王者荣耀 就是我们说荣耀上有这么一个导航栏,鼠标放上去 哦,是不是可以这样,鼠标一经过,是不是可以切换这样的背景图片,对不对啊 那这个导航栏的效果,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做一下了 来模拟一下,它是怎么来做的啊 就做直做,鼠标经过,会有一个变换背景图片 其实呢,它这盒子是固定好的,就这么大 然后呢,我们鼠标一放上去,让它变换背景图片 是不是可以了,可以做出这个效果,那这儿是有这么四个A来说明的 所以我们来进行模拟一下 那我们用四个A就可以了,打开我们这个,在里面写上A 呃,乘一个次,按太宝键 好,这呢,已经有了按照滚轮,往下一拉,然后输入一个警号就可以了 这时候有A,那它们分别代表的字呢,就是说 专区说明,申请资格 好,那么就是专区说明 OK,然后呢,还有一个申请资格 是不是啊,好了,还有那两个呢,就是我们是对换奖励和下载游戏 对换奖励 哎,奖励 还有我们的下载游戏,是吧 下载游戏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右击再轮 其实打开,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好,这样的话,这四个视频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想做什么效果呢,是原来呢,是这么样的一个效果 鼠标放上去,是否变化颜色啊 首先,我干脆我就直接把什么呀 把我整个页面都改成什么呀 在这儿,你们看啊,style过起来之后 然后呢,在这里面写上这么一句话 然后让我们Body啊 是不是我们Body,是我们最大的这个盒子吧 Body,然后里面这个BGC Background Color,然后警号000,是一个纯黑色 我们先黑到底,看一看,打开 这样的话,视频就像纯黑色,你可以了 好,不要显得黑,我们接着先操作啊 按道理每一个粒,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大小啊 按道理每一个粒,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是定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儿,这个宽度和高度 这儿呢,我觉得它这个呢,也不太好看 我给它换了一个下面这个图,我觉得下面的图挺好看的啊 好,我们就下面这个图吧,给算出来了 我给量好了是200乘以50像素,对不对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是有A,对不对 A,这也这么写啊 写完之后呢,我们就说了 宽度呢,是200px,我已经量好了 高度呢,是50px,是吧 哎,后面教你去量啊 在这儿,我告诉你,你使用就可以了 200乘以50px,然后呢,我先给它 随便加个背景颜色,对吧 orange,orange,orange 当我们写完毕之后呢,大家我刷新一遍看结果啊 一刷新,哎,大家会发现宽度 宿度高度并没有啊 咱们前面是不是反复说过 我们A属于行那块元素 是不是没有宽航高的,对不对啊 但是我这儿想不想给它宽航高呢 想,对不对啊 那想宽航高怎么办呢 哎,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转换成块的元素,对不对啊 好,display里面呢,block,还记得吗 转换为块的元素 当我们转换完毕之后呢,我一刷新,确实有宽高了 但是我们发现竖下来了 我们要的效果是不是横着排起来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哎,所以说那个还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怎么办呢 我们用什么呀 inline block 还记不记得这个 inline block就说是叫行那块元素 既可以在一行上又有大小 是不是啊 然后呢,我们刷新一遍 now,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对不对 好,有了效果之后呢 我们再怎么做呢 让文的水平集中 文的水平集中怎么写 哎,文的水平集中啊 我们用的是这个单词 test alliance center 还记不记得这个呢 是不是文字水平集中 是不是啊 哎,我们选择它之后 哎,注重一下 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把我们的什么呀 把A是行内元素转换为什么 块集元素 哦,不不,是什么呀 行内块元素 对不对 哎,错了 行内,すみません 哎,行内块元素 对不对 哎,这个一定注意啊 因为A是不是属于行内元素啊 可以转成行内块元素 这么想之后 我一刷新 然后是不是这个文字 可以水平集中了 那么再让它垂直集中怎么办呢 哎,在这里面 我教给你一个小技巧 给我来看啊 在我们在一核行子内呢 我们设定行高等于核子的高度 就可以使文的垂直集中了 这是一个小技巧 大家记住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可以让我的什么呀 文字 让我们的文字 什么呀 你看,这是一个一个元素啊 让我这个A的行高 等于这个核子的高度 这个文字可以垂直集中 这个小技巧 大家记住啊 什么意思呢 让我这个Line-Gong-Height Line-Gong-Height等于多少呢 是我们的50px就可以了 让我们的行高等于高就可以了啊 哎,这是我是不是给大家说的这一句话呀 在一行核子内 我们设定什么 我们设定行高等于核子的高度 就可以使文字垂直集中了 因为我们文字垂直集中 用这种方式啊 好了,那这是我们说的它 但是呢,前提我加了一个啊 是在一行盒子内啊 在一行的盒子内 就说是这这盒子内只有一行文本 多行就不管用了啊 好了,改完毕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遍 一刷新 然后是不是文字可以垂直集中了 记住个信息条 记住了吗 哎,行高等于盒子的Height 那就可以文字垂直集中 好,改完毕之后呢 下面再做的时候就修理的文字了 因为文字大小,对不对 大小样式 我都需要我们去更改 那大小文字更改的话呢 这个也难不倒我们,对吧 哎,我们可以把文字啊 首先我们A嘛属于颜色 COR,Color,冒号 我们是井号,FF,是纯白色的意思 好,改完之后呢 我们再一刷新 是不是已经有了 再大一点好不好 再大一点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 Font-Size,对不对 哎,Font-Size啊 哎,这个改成多少呢 我们22px,稍微大一点 好,我再刷新一遍看结果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已经够大了 挺好看,挺漂亮的啊 哎,合得差不多大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写完之后 哎,是不是有条下滑线呀 这下滑线怎么去掉呢 哎,那一会儿呢 我们给他介绍这个 那首先大家先把我这一步来完成